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Poly 欢迎今天大家来收看跟着Poly一起 Clean Data 也就是资料的清理这件事情 那Table虽然不是一个很专业的ATL工具 但是简单的资料的去处理是相当容易的 那你可以想象说 大部分我们取得的资料都不是第一手资料 也就是说你有可能是去Open Data下载来的 或者是公司的人 他把ERP的资料 甚至CM的资料倒出来给你 那你看到之后呢 有时候你必须要去把资料去做一些分组 或者是做一些处理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那所以这个小技巧非常的实用 也蛮让大家容易上手的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做资料的群组分组的时候 其实有两种方式 那第一种方式的话 我们先来介绍视觉的分组 它其实就是会让你在眼睛在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两个是你特别在讲故事的时候 你要特别让大家知道 例如说你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手机的销售呢 它是在里面占比是第二名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按下这个phone之后 然后自己呢去做一个group起来 那我做了group之后 你会发现说 它的颜色是不是跟大家就不一样了 那今天在观看这个报告的人 他就更可以把视觉集中在 你想要表达这个项目 那会有人说 那老师我一次只能表达一个项目吗 如果说你要去做连选的话 像我刚刚选了两个 我按control选了两个 我可以再做一次这个组的这个成员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视觉 是不是在我的资料上面的处理 它变成说有两个分类 一个分类是有被我们选的binder 那另外一个是phone 那另外没有被我们选择 它就用灰色去做一个呈现 那在这边的话 我习惯改一下颜色会比较好看一点 那我们做了这个颜色的处理之后 它基本上呢 它是在我们报告的presentation上面 会让大家更清楚 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你仔细看哦 我们在这个marked panel里面 多了一个群组的这个字眼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栏位里面 本来是没有这个栏位的 是因为我做了刚刚的两选择 两个长条图之后 去把它去做一个刚刚的 回文针的那个群组 它才有的 那当我把这个群组放进去 我的栏位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把它往前拖拉 我们看一下 往前拖拉的时候 你就会可以更容易的去看到 原来我选择的这个form跟binder 它跟其他人就分成两个了 好 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去选择说 诶 我如果只看 我选择的这两个 跟其他去相比的话 我就可以把我的subcategory退掉 但如果不是 我是希望它们一起相比 但是颜色分别帮我展现开来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去呈现 但如果你希望维持它原本的排序 你只是在这个顺序当中去标注这两个栏位 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显示 这个首先我们带到的这个叫做视觉分组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讲的是资料的分组这件事情 那资料的分组的话 它就会实际上让你的资料结构去做了一些变化 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我本来是视觉分组是通常我们用在我想要highlight 我特别想要去关注的部分 但是资料分组的话是通常我们在做什么呢 假设我做一个问卷收集回来 那我发现说 诶 后面有某几个项目 某一些项目 它们的回答出来的样本数都特别的少 那我这时候我就可以特别用去选择我下面的这些数据的这个标签 那当然它也是可以做一个不规则的连选 假设我这样选择完这几个之后 一样也是做回文针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左半边这里已经有一个category的群组 那我在做第二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做第二次的时候它跑出来一个叫做群组1的这个栏位 仔细看 然后我上面的这个category也变成了群组1 那在这里我的资料面呢 我来先把它重新命名 OK 这个资料我们先把它叫做Alice好了 好 那我们做了Alice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的视觉有没有做变化 我的视觉上面的话 跟刚刚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多出了一个叫做Alice的栏位 对 但是我在颜色上面没有做特别变化嘛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的这个category也变了 那我在把我原本的category放进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把我原本的category放进来之后会发现 我刚刚选择了那几个项目 它是不是就OK我把它用那个递减 Sales递减的方式有没有 我们刚刚是选最小的这三个跟倒数第五个 也就是这几个进来 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资料分组的方式 未来它资料在倒进来之后 它其实如果我选择的是有被群组过后的这个栏位的话 我的资料全部都会跑来Alice OK它就不会跑在那看如果你选择的是category进来的话 它就会还是在我们原本的分组里 原本它在的项目里面的 所以这个就是会端看你需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做呈现 这个是会改变你资料结构的部分 好那光是资料的分组 资料的group就会分成视觉的分组 跟整个整体资料的分组 记得你要改变资料的结构 你就必须从下面的这几个去做点选 你要改变视觉的结构 我就是从上面的柱状体去做一个分组的部分 好那在做group的这个分组看起来很简单 那未来的话你可以运用在什么地方呢 例如说公司它有八个产品线 但是你会发现重要的产品线 它可能就有前五个是很重要 那后面的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产品线 因为它数字太小了 那我们可能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标示它的alice的出来 这样子ok吗 好所以在视觉上面它不会特别突出 但是我的确是可以把第一项到最后项去做一个完整的表达 ok ok接下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情境 什么时候会用到资料分组 如果你的组织本来很多个单位 例如说现在有17个单位 那如果说我17个单位我每一个都给它一些颜色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调色盘上面是非常丰富的 那我们提到就是说有些组织它可能需要做一些收容的部分 那例如说我把这几个组织合并起来 那我去叫做我把这个叫做A单位 好 那另外的话例如说我可能在binder啊或者是其他的 我把它变成一个叫做B单位 一样是做一个group起来 做完之后你看我们刚刚从17个标记已经变成13个 那每一次都要去做这个标记的整理 其实大家会觉得有点辛苦 我们先去群组2看一下我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嘿编辑群组 那例如说我也可以直接进来这边 有些资料很多嘛 它可能不在一个画面上可以呈现 那我就在这边再去做 不管是联选或者是不联选 那我想要再组成一个分组 那我希望它叫做C单位 好那没有被我分组到的这些 我希望它们变成一个叫做其他的单位 好所以我按一下包含其他 然后用套用之后看一下 A单位 B单位 C单位跟其他 这是不是就已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我可能要把它分成四个单位的方式 就可以这样去做 好哦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我要去改变它的资料分组 因为呢它可能一开始 它们是散落在不同地方的 但是因为组织改组了 所以要把它合并起来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在做Group这件事有多好用了吧 好那以上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 好那今天再分享Group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会去做练习哦 那下一集我们再来讲资料分割